水果腐败测试 切开的橘子受大悲咒加持,七天不符 这是网上一个朋友做的实验 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录了他在七天里面使用大悲咒加持橘子 对橘子是否腐烂所做的实验 他说,我这人平时挺爱折腾 很多事情如果条件允许都会自己亲自做做 他选择了一个橘子作为对象进行腐败测试 把一个橘子从中间切成两半 一半用保鲜膜封口放在那里不管它 而另一半呢,每天做功课的时候就拿出来,放在手里 或者放在离我比较近的桌子上 我的功课就是大悲咒 用大悲咒的力量加持它 祝福它效果会更好 脑子里尽量想着两份水果无差别 但是坚定地相信我所持的精咒决定可以让水果延迟腐败毫无怀疑 以七天为期限 因为当时的天气比较热 所以说七天就足够看出结果了 如果时间太久 腐败水果的霉菌释放到空气中 对身体也是有害的 第一天,我切好水果 放在两个一次性杯子里面 用保鲜膜包好 为了更好的确认哪个是我做功课的时候 需要拿出来放在手里的 我在上面还贴了一点点纸 这个图是水果的存放环境 放在鱼缸的后面 这里面很潮湿 会加速水果的腐败和美变 有时候做功课时 也会忘记拿水果出来 那就算了 有的念就给他念 忘记了就不管他 做功课的时候 拿住水果也是对着他念几遍大悲咒 为了更好的保持存放的条件一致 不会让水果离开存放的地方太久 就要把他放回去 到了第四天 听我做功课念大悲咒的那一半橘子 还没有长出霉斑 而放任不管的橘子已经出现两处霉边 到了第六天 没有听大悲咒的橘子腐败加重 有听大悲咒的橘子没有腐败 第七天 放任不管的一般水果出现严重的霉斑和腐败 听大悲咒的水果没有腐败 最后 好的那一半橘子被我切开吃掉了 没有美味 只是表面有些干燥 十三元一斤的美国橘子太贵了 能吃就别浪费了 实验结论 人好比这水果 一个人如果每天杀生吃肉 对待别人又是称恨辱骂毁谤嫉妒 久而久之 你的心就像这发霉的橘子 无悔不堪 如果你每天赞叹别人 表扬别人 善待别人 念经回向给别人 那么你的心 就跟另一半经过精咒加持过的橘子一样 纵然生活在一样恶劣的环境中 但是你的内心还是那么金灿灿 清澈透亮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欢迎您访问互助祈福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